男孩被同学按在地上 并用磕刀刻上了笨蛋的字样 可父亲却毫不关心 甚至面对流血不止的脖子 也不许他去医院治疗 因为男孩身上的家暴痕迹更为严重 一旦去医院便会暴露 所以父亲便将男孩锁了起来 准备让他自生自灭 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何况是智商250的天才 男孩当即基于蝴蝶效应的原理 开发了一套推演程序 只需远程按下启动按钮 欺负他的同学便会因车祸而亡 于是他不断地开启程序 让毫无人性的父亲意外垫死 让助纣为虐的老师意外摔死 但随着坏人的逐渐死去 他发现被欺负的人远不止自己 资本家会利用信息不对等 逼漂亮女孩牵下卖身器 然后无止境地凌辱女孩 而且光自己欺负还不过瘾 又根据女孩制作了裸体人偶 打造了现实版的九十肉铃 就这法律连管都不管 而最可气的还要属医院 小美的弟弟只是得了脑震荡 便被院长给致死了 他觉得很不合理 便自己暗中调查 终于他查到院长为了高额利润 竟私自购买了黑市的药 这才导致了弟弟的死亡 可就在他想撞到院长之际 证据却被院长强行销毁 主打的就一个死不认长 这可把男孩气坏了 他想帮助所有的弱势群体 于是继续完善着自己的程序 终于程序产生了自我意识 成为了专注于完美犯罪的制裁工具 为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主持了公道 而法律无法制裁的资本家以及医院院长 也意外地被众物砸死 但如果想彻底颠覆社会结构 就必须有更大的影响力 于是男孩聚集了一批信徒 站上了城市最高的建筑 他要以最凄惨的自杀事件 激活人们的反抗意识 可已经到了这一步 警察却想要阻止 男孩里都没理 毅然决然地跳下了高楼 因为他始终相信 没有恐惧就没有和平 如果法律和制度无法约束那些坏人 那么就让蝴蝶程序来监管 他会团结起被欺负的弱势群体 实现理想中的天下大同